好家人们,我情绪有点不好 我总感觉我气不过,我真的 我越想,我越气,真的 我越想越气,真的 但是我能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气我也没用 我只能就这样子 王飞哥走了,我又 我又搬不了他什么 你们说我实力吧,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连这个手机都是王飞哥给我买的 你们说我脑子吧,我连 我连小学的,我那个都没有 我没什么那个的 所以说我就 我就只能就是 至少 我觉得啊,至少我觉得 我在的时候,王飞哥都能 就 吃饭啊 好好就是好好那个呀什么的 至少 我觉得我如果说我在的话 王飞哥就不会 那么的难 我就觉得 所以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我 这一点我 好像 也就只有这一点呢 就是精神上的安慰 又精神上的帮忙 只能这样子了 家门 还有很多人啊 什么 你们觉得我们是怎么怎么样的 那可以不看 真的 你觉得 王飞哥这个人 骗人或者是 我在抖音 直播就为了什么什么的话 你可以就是 我不知道是 我 我 卖了很多货 让你就是 我挣了你很多钱也好 或者是我在直播间 要了你很多礼物也好啊 你觉得我不好的 你就可以取关 也可以拉黑 就不用在这里啊 带那些不好的节奏 真的 你觉得 觉得是 我是眼啊 什么装啊 什么的 那你就直接 不喜欢安眉 没事 可以取关也好 可以不关注也好 但是啊 我 我知道 一直就是 我家人们 一直对王飞哥 我们两个的好啊 有的把我当成 自己的亲闺女 其实他们 对他们自己的闺女 都不会这么善心的 有时候 这一点 你们有 你们有没有就是 爱王飞哥 比爱你们的 儿子还要就 过了的 有没有这种 应该有 我觉得 你们胜过 爱自己的孩子 感觉对我们 太伤心了 有黑粉 没事 没事 黑粉 没事啊 安眉 你喝酒了吗 我没有 哎呀 我怎么说呢 今天 没有 我就是 有那么多都是把王飞哥 当成儿子来看的哦 哇 真的我们有你们很幸福的 但是我们明天 我希望 能真的 能好好 帮王飞哥解决 这次的这个事情 过来明天 应该 事都顺了吧 然后 前两天 一直有个 阿姨私信我 就是 真心有缘人 这么一个阿姨 她就说 阿姨 阿姨你跟王飞 快点去拜佛 阿姨给王飞打电话 你们刚刚没看到吗 你们看 你们太着急了 太担心王飞哥了 但是也不要忘了 王飞哥在干嘛 王飞哥在办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 找那些的嘛 他找到了一点 然后他明天 又要早一点过来的话 肯定今天有很多 处理不完的 王飞哥现在才不休息呢 他要么接电话 要么在忙 最少是12点 一点才睡觉的 早上又是8点 最少都是 对 最少都是8点 就起床的人 我太了解他了 我都不知道他 我跟你们说 才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 头发都快掉关了 然后头发都 都快没有了 王飞哥 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哇 我心里面说不出来的 那种感觉 同样20多 你看我的话 只是干活 只是身体就累嘛 他的话是 他那个心 他那个头 想啊想啊 做啊做啊 他那个头都已经 你们有没有发现 王飞哥的头发 他都快掉完了 可能你们没有发现 我跟王飞哥在一起 所以我就 他压力太大了 真的 但是他不会说 他压力大的 他不会说的 他不会说出来的 对压力太大了 阿美你多多关系王飞哥 是吗 家人们 我应该要多多关系王飞哥吗 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两个的事情的话 暂时先不要提 阿美变聪明了 不是变聪明了 是 现在也很笨 现在也很笨 只是 我感觉 真正的啊 跟着王飞哥一起出来 然后跟 每次 每天都跟着他 就感觉整个人就能变的那种 整个人都能变 就感觉 思想啊 什么都会变 慢慢慢慢的 小刘要跑了 小刘要跑了 是吧 他刚刚说 把什么好东西 全部收拾起来 然后 拿去卖掉 是吧 没事 你跑嘛 小刘他跑 他跑不掉的 我给王飞哥发个信息 我说小刘要跑了 要不要发家人 发信息的话 不会打扰王飞哥的 信息又不是电话 对不对 要不要发家人 我就给王飞哥发一个 怎么发呢 就说 小刘刚刚说 收拾 好的东西 拿去卖掉 发不发家人 发的打个发 我看一下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都跟你们善良 哪怕是说句话 因为我以前 做错过的太多了 总觉得 我想的 都是为了 别人好的 结果 好 好什么好 都害到别人了 感觉 发了啊 家门 我再给他发 我打字有点慢 发了家门 我给王飞哥发了 阿美变了 怎么了 我怎么 我哪里变了 变了你们不喜欢我了吗 是不是变了你们都不喜欢我了 家门 啊 变了你们都不喜欢我了吗 收拾东西 美梦姐姐 哇 谢谢 这个不是 加了我粉丝团的 也可以送这个 加我粉丝团吗 哇 我以为 每个新加入的人 才会这样子 你看一下呢 没有给阿美加粉丝团的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先在这个地方 点那个加号 点关注了 才有那个粉丝团的 小牛在直播间 在直播间没事 反正直播间这几天呢 不能连 陆生哥 像他们就这么 这么会想的 就分析啊 分析的很好 就不能跟 就不能让他们 在这里分析 给我们听 其实很多事情啊 那天也是 王总也讲了很多 我感觉王总这个人 太 我觉得太聪明了 都一个个的 王总比王菲还要那个 但是王菲哥也很 我感觉真的 我身边都是 很优秀的人 我感觉我现在 聪明阿美 成熟了 变能干了 聪明 咱们 这些都是 刚加入阿美粉丝团的 是不是 没跟阿美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 然后加个粉丝团 我看一下 谢谢加入阿美粉丝团 谢谢 谢谢 用户179 谢谢你们 谢谢用户274 谢谢 谢谢 菠萝 萝卜 萝卜 但是呢 还是 阿美 阿美 你不要 阿美你不是想王菲了 没有 没有 王菲今天早上才走啊 家人们 想他 怎么不想 就想他 事情 就想他什么时候 能回来 明天能回来 8点到 然后8点半之前 给你们开直播 你们不想王菲哥吗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他的家人 一样的 家们一样的 一样的 还有 我跟你们说 一个事情 我现在也 除了王菲哥的事情 我也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表姐 我表姐快 轰不住了 怎么办 这就是事情 但是王菲哥 大意给他的东西 也太多了 我真的 我给我妈妈 也打电话了 给我妈妈打电话 但是 家人们 我妈妈一直 上次那件事情 之后 她就一直 不愿意 就我去王菲哥家里面 然后 就回来的时候 那件事情 我妈妈现在也 不肯让我出去了 不肯让我去打工了 她只能让我在家里面 她说 害怕我被 就是男孩子骗 什么那种联系 就在一起之后 就连人都联系不到 什么什么的 我妈妈那时候 不相信 我 王菲哥 我们 然后 她现在的话就 哎呀 我妈妈就是 怕我在外面 她又知道 以前 我在公司的时候 有时候会被欺负啊 什么的 她就太害怕我 被骗 然后被 就那个 所以说 我妈妈现在就不愿意 让我出去了 那她说 我们两个都在家的话 弟弟妹妹啊 什么的 都不好 所以她非要 哇 她上班 站着上的 插那个电线 在电子厂里面 她站着 每天站着上班 我心疼死了 我都 太难了 我解释了 但是他们 我解释了 他们不听啊 家爱们 我让她回家了 她就是不回 她不回就算了 还骂我 而且我 其实啊 我其实我外公 前段时间身体 真的很情况 很不好的情况下 然后我 从小我也跟你们说过了 我外公是对我最好的 真的 我外公比任何人都亲 我跟我外公的话 因为我 我叔叔那边的话 哎 可能就是 我 不是很孝顺的孩子 所以他们 跟我们 对我也不是很好 因为 我可能就 不太孝顺嘛 就不太孝顺他们 所以说他们对我也不是很好 而我外公的话 都特别好 我一直都特别就 特别希望我 我外公的腿 现在 怎么治都治不好了 因为 我特别后悔 哎 后悔也没用 我反正就是 没有那个能力 就没有那个 去治他的腿 所以他现在走路 都是一拐一拐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外公身体的话 不能再让他那个了 你早点和王菲哥结婚 你们 我都说了 我跟王菲哥的事情 我跟王菲哥的事情 先等一下 错过了 王菲哥就找不到 这样的男人了 我知道 我知道王菲哥有多好 有时候要听 但是 有时候不听也不好 我外公的话 其实我外公 我外公这个人挺好的 他一直都说 哎 就是 我跟你们说 我也给我外公说过 你们的存在 就说 我直播间 我也有家人 什么的 我外公就说 从小 我就说 有很多叔叔 也可以跟自己的 就一样嘛 所以 我说 其实 很多叔叔那些 都把我自己 就把我当成女儿 而他们就 对我多好多好 然后我外公也挺感动的 就很 很谢谢 你们的那种 那家们 我们 说到这里 我们还是 现在 就等着明天 王菲哥 怎么处理这个小刘 到时候看嘛 明天 八点到八点半 家们明天见 我的话 先不播了 我一会儿播的话 又说我话太多了 家们 那就明天 一定要来 给王菲 做证哦 拜拜 晚安 早点休息 睡个好觉 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太担心 反正所有的事情 明天 找到小刘 咱们 度一下就行了 明天 见家们 拜拜